好那现在 关于数据结构这部分 关于数据结构这部分 顺序表链表站对列 咱们要给大家讲的就讲完了 后天的时候再去扩展到二维平面上面 数字上面 这时候呢 咱们考虑的是 关于刚才咱们已经构造出来的这样的线性表 我对于里面的元素可以进行排序吧 那好了 关于排序的话 会有多种排序方法 咱们现在就开始讲算法的部分 那排序算法 它这个指的就是说 我要想把线性表当中存的无序序列 给它排成有序的序列 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东西 我们在真正讲算法之前 先给大家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排序算法的稳定性 这个稳定性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先看一下 假如说 看一下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现在要排的是这样的四个元组 四个元组 现在我们在排序的时候 指明了按照元组当中的第一个元素 看一下 按照元组当中的第一个元素进行比较 将它排纹由小到大的顺序 那最终应该形成的是 三一三七在前面 然后是四一五六吧 要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你现在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比较的是元组的第一个元素吧 但是看中间的这两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是不一样的吧 那好了 那这时候就会有两种情况出现 第一种情况是三一在前 三七在后紧接着四一五六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三七在前 三一在后 四一五六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吧 那好了 什么叫稳定性呢 稳定性就是指的 在原有的序列当中 三一是在三七之前的 如果你排序之后 无论你怎么去排 你最终排的始终三一在三七之前 这样的一个顺序 跟原有的对列的顺序是相同的吧 我们认为它是稳定的 那如果说对于三一三七 你在排序之后 虽然说我比较的是三 但是结果三七跑到了三一之前 也就是原有的这两个元素的顺序改变了 那么我们就认为 你这样的排序算法是不稳定的 这个稳定性指的就这样的概念 现在他说稳定不稳定 能清楚了吧 你看这里边的话 可能比较绕 就是拿这一个例子 代表的是最简单的 只要排序之后 子的这序列相同的 跟原有的是相同的 就是稳定的 不同就代表是不稳定了 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个 排序算法的稳定性的概念 好那说完稳定性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说第一种排序算法 也就是最简单的冒泡排序